ishi1k 好莫、大家好,我是哥布林欧。 又回到我們Xplain,今天的主題又是封稿式青 現在我們在一個直升機伸攘台 那你說那你有沒有想過 哇 直升機伸攘台可以停一般噴射顆و嗎 今天各位露靈就要來挑戰 噴射機或大型噴射科技在這裡 垂直起飛 為什麼我說拿風搞事情呢? 如果各位有看過這部影片的話 應該知道原因了吧 沒錯我們要透過超大的風來讓我們起飛 那X.11裡面可以設定到200劫風 我來設定一下 OK現在我們面對著200劫風 那為什麼是面對呢? 不想面對 不是 因為這邊有風可以推你嘛 那你是不是只要輕輕的抬輪 抬到一定的角度 風就會用吹的把你從陸地上吹到空中 這個講起來各位可能不太懂 反正我等一下會示範 來我們來試試看 抬輪 歐嘎 有沒有 然後你看這個角度要抓好 機筆要一定的上揚 讓風可以吹到大面積的機身和機翼 幫助你上升還有稍微的倒退飛 然後這個時候就要趕快轉回來 油門全推 然後立刻轉個方向繼續飛 OK現在我們背對著風 背對的風也可以讓我們的飛機速度變快 這我也在這部有講過 OK現在我們在彎流的某一個型號 對這個型號就是某一個型號 對不對 What the heck What would I say 可以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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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上升率 好來個大轉彎 Full Power Wow這個黑煙 We are flying now Jesus Christ 噴射機垂直起飛耶 而且我剛剛也是到了空中才放油門 哇靠這真的是靠風把我們直接抬上來 737 哇這個很不穩定 Break max Not max 已經快要撐不住我們了 Rotate again Oh god Telstrike 難道到737就不行了嗎 Rotate again 有起飛了 好 拜託撐住 Please 好我們的機尾很難受 我們的乘客也很難受 呃 全推全推全推 Please 好想可以喔 還有我剛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有忘記放flaps了 難怪我們剛才一直不能起飛 順道一提放flaps 可以讓飛機的接觸面積變大 讓風可以更順利的把我們往上推 還有我們現在正對著風 所以速度會變得慢 We are landing in the Hudson That's not a landing 那我中機 有了有了有了 喔好像沒有 Oh god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這架飛機那麼難飛 可能是因為他的機翼不夠大的關係吧 讓風沒有足夠的接觸面 來我們來給他一點推力好不好 不然我真的看不下去 喔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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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可以 Oh Jesus Christ We are airborne A350好不好 感謝觀眾Alvin Chow的捐贈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唸對 Alvin 還有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有那個閒時間 你也可以成為我的乾爹 思選我的IG 對我就是那麼不要臉 我就不要臉 350應該比757好飛 因為他很輕 機身又很寬 你看是不是 Oh god 你應該比757好飛 A350垂直起飛 這是什麼Alien Power 我們剛才是不是轉太慢了 你應該比757好飛 再一次好不好 Rotate 好可以 好維持這個角度 Come on Gear up Oh my goodness 好現在沒時間了 全推全推 一架A350垂直起飛 現在還在正常的飛行 Oh my god 747好不好 趁這個時候 馬上打開你的RFS 如果你還要再玩的話 選擇747-400 找一下塗裝區 你就可以看到 美麗的大藍金喔 這都要感謝 Jacob Wong的塗裝提供 讓我這個藍金裡爽到 它有華麗的外觀 美麗的曲線 以及波音的大LOGO 再加上美麗的梅花 甚至絕配 起飛和降落時 也能吸引他人的目光 讓別人的快門 暗不停 Oh Let's say Ryan Air Lanning 再次感謝 Jacob Wong的塗裝提供 OK 回到我們X plane 我們先來起飛 Oh god Oh my god 波音747在直升機停機坪 墜毀了 我覺得我們的機尾 真的需要修一修 不然會變華航611 OK 我們現在正在空中 Oh god Oh god 這樣不太對 Oh Jesus OK 我們現在再來起飛一次好不好 Oh my god 747這麼重耶 這樣也可以透過風來起飛 我告訴各位 絕對不要小看風的力量 我們剛才至少飛了一下子 對吧 稀鬆平常的Tail Strike You know Ryan Air Pilot OK 趁這個時候Full Power 我告訴各位一個垂直起飛的訣竅 就是我一直強調的飛機接觸面積 所以依照現在飛機的形狀 要把羊腳拉大 讓風打在機翼跟機身上面 這樣風才推得動我們 然後我們現在看起來還可以喔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747真的成功的垂直起飛了 Oh my god Come on 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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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god 撐住啊 380撐住啊 你可以的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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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飛機 6顆引擎 Oh my god 好啦 他原本是要運送太空縮了 這五個有機會也會介紹他 Rose 8 Oh my goodness 我們是起飛了嗎 等一下 Antonov 225耶 全世界最大的飛機耶 在直升機起降台起飛的 好這次的結果真的很跌破我的眼鏡 我以為到737J級就差不多了 他不僅成功的起飛 他到現在還在飛 我真的很無言 然後我們想要試一下Concord 我覺得我晚上會做文夢 你看這個真的很驚悚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鞋盒呢 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 怎麼說Delta Wind Design 所以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因為 面積接觸太小 而不能拿風當作推力 Oh my god 好像真的面積接觸太小 Oh god OK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這部影片娛樂到你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如果你不喜歡這部影片 沒關係 民主自由得來不易 希望人好好珍惜 沒人給你看 OK 掰掰 等一下 所以現在是變火箭發射場嗎